癌症已经连续41年高居国人十大使因之手 幸好台湾持续引进先进的抗癌技术 例如说直子治疗 有别于传统的光子治疗 直子治疗把放射的剂量集中在肿瘤部位 而且几乎不会伤害到周边的健康组织 以降低副作用 过去要盖一间直子中心 需要足球场大小的面积 所以治疗中心几乎都是盖在郊区 现在已经可以成功坐落在都会区 增加救育的变性 这对病友来说也是一大福音 当时是有点惊讶 因为刚开始觉得是耳朵的问题 拼力检查来做 应该就简单的 结果没有想到是恶性肿瘤 然后本身也不抽烟不喝酒 饮食都正常 满震惊的 一开始一定会觉得怎么是自己 然后小孩那么小 所以当时是会一直哭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一开始只是因为耳鸣耳闷前往就医 没想到一检查之下 竟然是鼻炎癌三期 对41岁的小蜜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 你现在吞咽已经觉得可以了 就是有慢慢在 稀饭还是面包还是固体食物 接受植子治疗后肿瘤消失 只需要再追踪五年 而过去鼻炎患者做放射治疗 常伴随的副作用 像是口水减少 吞咽困难或味觉改变等 在他身上似乎看不太到 那我自己本身在做的过程当中 其实没有不舒服 对 只有外观上 例如说这个脖子的地方 有一点暗沉 那治疗完之后 目前的话就是很明显的口水减少 这个部分它慢慢有在回复 请放轻松后 待会我们设备会伸出来 请放轻松 去年八月发现离癌 如今重拾健康 生活也恢复正常 靠的是这台植子治疗机 看癌主要的方式有 手术 化学和放射治疗 而放射治疗又分成 传统的光子治疗 以及小蜜所接受的植子治疗 两者之间有什么不同 传统的光子治疗 它能量很高 它穿透到人体的体内的时候 它会先透过正常的组织 释放它的能量 也就是肿瘤会被 这个高能量的光子给伤害 但同样的 它这个光子的路径当中说 穿透过正常的组织 也会受到伤害 那相反的 植子治疗虽然它也是高能量 甚至能量更高 但是它的物理特性是 它穿透到人体的时候 它只会释放微量的放射线 但是到达肿瘤这个目标地的时候 它瞬间会有把它的所有能量 全部释放出来 以这位鼻炎癌患者为例 治疗前肿瘤约3到4公分 经过7周35次的植子治疗 肿瘤消失了 植子就像导弹或深水炸弹 可以精准命中目标 而光子好比机关枪 扫射固然能歼灭癌细胞 但周边好的细胞也被伤害了 我们虽然把剂量集中在 我需要照射的乳房部分 可是它附近还是会受到剂量的影响 包括了它下面的肺部 跟一部分的心脏 可是当我们如果是使用的 直指放射治疗的时候 它的剂量分布曲线 在它临近的肺脏跟心脏的部分 就会比传统的光子治疗少很多 从剂量分布图能清楚看到 这名乳癌个案如果采取直指治疗 放射剂量的分布集中在肿瘤 附近组织的剂量 则比光子治疗少很多 但直指治疗是任何癌症都能适用吗 我们传统光子治疗能做的 直指治疗通通都能做 这是第一个大概念 那第二个 放射治疗它都是要有一个明显的目标 所以很简单的说 你只要看得到目标的这种肿瘤 基本上我们叫固体的肿瘤都可以做 那反过来讲就是说 如果它不是固定的像一体的 像血癌这种 那它可能就比较不适合 目前在台湾为腹部核准的 植子中心有9座 其中林口长庚 高雄长庚和北医已经先后运作 台大植子中心预计2023年启用 张基和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 也在设置中 直到2012年 2012年我去参加一个国际会议 我就发现植子治疗有一个新的突破 这个新的突破呢 我们叫做笔形色素 这是关键性的技术 那当时才刚发明而已 所以有笔形色素的全世界可能只有一个地方或两个地方 那我们去考察以后 我深深的觉得直指的时代可能要来了 所以我们要及早做准备 所以2012年我回国之后 我就立刻赶快筹备这件事情 以北医为例花十年筹设 三年半建造和组装机器 要盖一座植子中心并不容易 因为占地广 过去全世界几乎都盖在郊区 北医的植子中心 却盖在寸土寸金的信义区 全世界的植子治疗中心 大概三分之二以上都是在郊区 因为它是很大型它没有办法盖在都会区 那一直到新的植子机问世 不但有笔形色素之外 它是超导型的 它的面积从原来的面积缩小了到五分之一而已 所以它就有机会可以盖在医院 以往盖植子中心需要一个足球场的面积 现在只需要网球场大小 也让植子中心成功坐落在都会区 提高就医的便利性 机型缩小了配合新功能 可以做到治疗无死角 如果一般的放射治疗是散弹枪 那植子就像是狙击枪 关键就是要对准的再打 所以在治疗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会花大部分的时间在对准位置 所以我们可以藉由2D初步的定位 还有三度空间电脑断层更精准的定位 帮助我们找到肿瘤的位置 可以透过我们可以旋转的机头 还有可以旋转调整角度的治疗床 可以达到全方位无死角 可以从身体各个地方都找寻到 我们狙击枪入射最佳的一个路径 癌症已经连续41年 高居国人十大死因之首 植子治疗技术的再突破 为病友抗癌增添新的利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